那做了预扣预角之后 咱们年度终了就睡到什么了 睡到了综合所得的汇算清角 什么叫做预扣预角 什么叫做汇算清角啊 预扣预角咱们先这么扣着 那么有可能扣多了 也有可能扣少了 咱们求后算账多退少补 所以睡到了下一个支点 综合所得的汇算清角 它的规定是取得综合所得纳神 年度终了要办理汇算清角 是不是所有取得综合所得纳神 都要办汇算清角 不是 那么咱们第一个要介绍 取得综合所得 需要办理汇算清角的情形 什么情况下 要办汇算清角 什么情况下 不需要办汇算清角 需要办理汇算清角的 从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 你比如说 你只是在一处取得工资金 扣除下面的齐全 而且呢 你在年度中了 没有出现呢 这个某个月 它的应纳税所得额 为负数的情况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预扣预角税额 和汇算清角税额 是相同的 那有可能咱们就不用做呢 汇算清角了 但是呢 你如果从多处取得呢 综合所得 就有可能预扣预角税额 和汇算清角税额不一样 咱们做汇算清角 你看 从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 而且 综合所得的收入额 收入额和收入不一样 收入额 咱们前面说过 工资信金百分之百计注 那么劳报酬打八值计注 那么搞酬打五六值计注 咱们呢 这个特许权省费所得 打八值呢 计注 大家说 哎老师四千元一厂 四千元一厂 到了汇算清角的时候 与你每次取得呢 是四千元一厂 四千元一厂 没有任何关系 直接是劳报酬 和特选省费所得 打八值 那么搞酬所得 打五六值 这叫做收入额 欠综合所得的收入额 减出专项扣除后的余额 大于六万 那么为什么大于六万呢 因为你的基本费用扣除 是六万 如果你的年收入额 减专项扣除之后 你没有大于六万 说明你的应大所得额 可能是个负数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做汇算清角 也没关系 你也不会少交税 对吧 那这是呢 第一个需要做汇算清角的 注意关键词 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 而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 减专项扣除之后的余额 大于呢 六万 第一个 第二个取得劳务报酬所得 搞酬所得 特权省费所得中的 一项或多项所得 那为什么呀 他为什么说是一项啊 因为对于这三类所得来讲 他和工资 薪金所得不一样 他是一个按次预扣法 你按次预扣 有可能扣多了 有可能扣少了 如果你累计扣 就只有这么一项的话 有可能你的 那个预扣预角 和汇算清角的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呢 你按次预扣 对不起 大概率是不一样 所以你取得劳务 搞酬特权省费所得中的 一项或多项 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 减专项扣除之后的余额 大于六万 为什么呀 特简单 你大于六万 你的呢 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才能是个证数 是个证数的话 你有可能要交税 你才可能会税到呢 交少税要补税 如果呢 你这个数字都没有大于六万 那算了吧 你来做汇算 也是呢 办退税来了 对不对 那这是咱们的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 纳税年度内预缴税额低于应纳税额 你的预扣预缴的税额 比如说你预扣预缴了一万 但你应纳税三万 那你这时候需要汇算补税 这是第三个 第四 纳税人申请退税 也就什么意思 你预缴税额八万 但你的那应纳税额只有呢 三万 你应该退税 你申请退税 那么你要做汇算清缴 你说老师 我多掉就多掉了 那我不申请退税了 那你可不可以不做汇算清缴 可以不做汇算清缴 那这一时呢 咱们的纳税人申请退税 咱们要做呢 这个汇算清缴 其实呢 真正要做汇算清缴的什么 是你的预扣预缴税额和汇算清缴的一大税额不一样 你要补税或退税的时候 咱们就涉及到了要做汇算清缴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是什么呢 是纳神在2023年之前 已经依法预扣预缴了个税 而且佛下列情形之一的 那么无需办理汇算清缴 换句话来讲 也就是说 可以免于做汇算清缴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免于做汇算清缴 我们一起呢 来看一看 第一个 纳神年度汇算需要补税 但综合所得的收入小于等于12万 那综合所得的收入小于等于12万 那即使要补税 他补的也很少 所以呢 咱们哎 没必要这么紧紧计较了 好 免于汇算 那这里边可不是用的收入额 而是什么 年度综合所得收入小于等于12万 第一个 第二个 纳神年度汇算需要补税 小于等于400 那说明什么 说明要补税的金额比较少 那么咱们呢 免于汇算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纳神已经预缴税额 与年度依纳税额一致 那么预缴的税额和依纳税额一致 或者 那么不一致的话呢 我也不申请年度汇算退税的 我应该退500 但我不申请退了 那OK 你可以免于汇算 那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免于汇算的情形 那针对这个免于汇算的情形 我们来看一看 假设某人的年收入是18万 是18万 他汇算呢 需要补税的话 需要补呢 398元 需要补税 补398 那此时 他可以免于汇算吗 你可以免于汇算 因为只要符合 那么其中一个条件 咱们就可以免于汇算 是纳神年度汇算 需要补税的金额 是小于等于400 这一个 如果呢 某人 他是呢 年度收入是 这个98000 假设他是98000 需要补税505 那此时 咱们呢可不可以免于汇算 可以 因为他虽然补税金额 是大于了400 但是呢 他综合所得的收入 是小于等于12万 他可以呢 是免于汇算的 换句话来讲 你年收入 小于等于12万 或者是 咱们呢 小于等于400 只要你符合其中一个条件 咱们就可以呢 免于汇算 而不是同时符合多个条件 这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的 这咱们呢 第一个指示点拨 下边第二个 是纳审因申报信息填写错误 造成年度汇算 多退或少交税款的 也就是说 你半税 半退税退多了 或者呢 交税交少了 那此时 纳审主动 或经税务机关呢 提醒后 及时改正的 税务机关可以按照 首尾不罚的原则 免于处罚 注意是什么 首尾不罚 这是呢 咱们在税求中的呢 这么一个原则 叫做首尾不罚的原则 那注意咱们的汇算清缴 什么时候应该办理汇算 什么时候可以免于汇算 这是呢 咱们的汇算清缴的呢 这个情形 下边第二个 汇算清缴的 应纳税 索德额 怎么确定 汇算清缴的应纳税 索德额 我们前面就已经讲过 它等于呢 什么 等于咱们的收入 那么这个收入 要呢 打折 你比如说工资 薪金不打折 劳报酬的打八折 退权凶费所得 那么打那八折 搞成打个呢 五六折 记录呢 收入额 用收入额 减四个呢 扣除 那四个扣除 那么有基本费用 那么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 依法去其他扣除 那我们来看一看 是用收入额 减去扣除项的金额 来计算呢 它的英雅所得额 其中收入额 那么工资 薪金按百分之百 记住 咱们的呢 这个劳务报酬 按百分之八十 记住 那一定要注意 五分四千元以上 还是四千元以下 都是按百分之八十 记住 它和预扣 预缴的时候的规定 是不一样的 这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我再强调一遍 它和预扣 预缴的呢 规定不一样 它是在汇算清掉时 不管收入四千元以上 还是四千元以下 那么劳务报酬 都是打八折的 咱们的搞酬 是先打八折 再打七折 所以是打了一个五六折 一个特许权 省费所得 打八折 来寄到呢 收入额里边 这是呢 收入的确定 下面扣除 有四大类扣除 第一大类 基本费用扣除 一年六万 那么它与你有没有工资 薪金所得 如果有工资薪金所得 干了几个月 拿了几个月工资 一毛钱 关系没有 只要你有综合所得 你在汇算清掉时 一年都可以扣六万的 基本费用扣除 这是呢 咱们的基本费用扣除 下边一个是专项扣除 专项扣除指的是 个人交纳的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那就说 咱们所说的 三险加上一金 一金住房公积金 这是个人交的三险一金 是专项扣除 那么有六个专项费扣除 这是2019年个税改革的 最亮点 那么有什么 有子女教育扣除 那么一个孩子 一年一万二 可以呢 夫妻双方一个人来扣除 也可以呢 双方各扣百分之的五十 那么与子女数量有关 一个子女一万二 两个子女两万四 下边有 继续教育专项费扣除 有大病医疗专项费扣除 有手套住房贷款利息的 专项费扣除 有住房租金的 专项费扣除 有赡养老人的 专项费扣除 这是呢 六个专项费扣除 叫做呢 这个老有所养 赡养老人 那么又有所教 咱们呢 住有所居 并有所依 还要呢 自己努力奋斗 要继续学习 对吧 那这是呢 专项费费扣除 下边是其他扣除 下扣除是 依法确定其他扣除 像呢 咱们的这个 公益性捐赠支出的 税前扣除 像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 那么商业健康保险 那么税收地延型 那么 商业养老保险 那么税收地延型 商业养老保险呢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咱们从2017年 2018年做试点 但是呢 试点结束之后 一直都没有推开 所以咱们教材中 虽然保留了 但是试点期早就过去了 咱们就呢 不理它了 这是呢 咱们汇算清脚时的 应纳税费的额 等于收入额 减 基本费用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 那么 咱们的呢 专项扣除和 依法确定的 加扣除后的余额 来确定 这是呢 一个 那下边 第三个问题 综合所得的税率 这个税率 与居民个人的 工资薪的预扣率 是一样的 是一个 七级 超额 累进的税率 那么这张税率表 你不用记 考试的时候 会给你 它的税率 虽然扣除数 都会给你 这是第三个 第四 应补应退 税额 那么这个内容 它其实很简单了 应该怎么办 用 综合所得的 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乘以 它的呢 适用税率 注意 用综合所得的 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适用税率 然后减去算货数 算出来你全年的 应纳税额 用全年的应纳税额 减去已经 预扣 预缴的税额 得到呢 咱们应补应退的税额 这是呢 应补应退税额 那么下边我们呢 再把综合案例 1-7 那么做收官之前 先对于呢 这个综合所得的 预扣预缴 和汇算清缴 做一个呢 小小的呢 总结 首先 劳务报酬所得 搞酬所得 特权使用费所得 它在预扣预缴时 计算的收入额 也叫做 预扣预缴的 一那所得额 于咱们汇算清缴的 收入额的确定 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在 预扣预缴时 它分4000元以下 那么和4000元以上 而等到了 汇算清缴时 它不再分 4000元以下 和4000元以上 你比如说 在预扣预缴时 每次收入呢 4000元以下的 它是呢 减800的费用扣除 然后下边 你的搞酬所得 再打个七折 算了预扣预缴的 一那所得额 而等到 汇算清缴的时候 无论4000元以上 4000元以下 那么都是 劳务报酬 特权省费 打八折 搞酬 打五六折 这是呢 一个 但是呢 每次收入 在4000元以上的 你的预扣预缴 和汇算清缴的 收入额的确定 都是一样的 是 劳务报酬 特权省费 打八折 搞酬所得 打五六折 这是呢 它的这个 收入额的呢 一个确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预扣率 和综合所得 汇算清缴时的税率 不一样 那么对于呢 预扣的时候 是工资薪金 是7级超累计预扣率 劳报酬 3级超累计预扣率 而 搞酬所得 和特权属费所得 则是呢 20%的比例 预扣率 而等到呢 汇算清缴时 这四个 是个亲兄弟 亲兄弟呢 咱到年底了 一家 放在一起吃个团圆饭的时候 没有差别了 都是7级超额累计的税率 这也是呢 咱们的预扣预角的预扣率 和汇算清缴的税率 是不一样的 这大家呢 注意它们的不同之处 这是第四个 如何计算的应补应退的税额 下边办理汇算清缴的时间 其实我们呢 刚刚在讲 预扣预角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N多次了 应该是呢 这个年度终了之后 在呢 次年的3月1号 到6月30日之内 做汇算清缴 那时候可以自行的汇算清缴 我建议大家 您呢 把您自己的手机上 下载一个个人所得税APP 各式的很多东西 您都能清楚了 其实呢 可以自行的汇算清缴 也可以委托扣掉义务人 或家单位个人 那么办理汇算清缴 也就是可以自己办 也可以委托别人帮你办 这是呢 办理汇算清缴的时间 那你在哪个税务机关 做汇算清缴呢 对于呢 汇算清缴的税务机关 咱们分成三种情况 如果纳税人有任职收购单位的 他有一个任职收购单位 那么则是任职收购单位 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咱们来做呢 这个汇算清缴 第一个 如果呢 有两个以上任职收购单位的 一定要注意 几个 两个 两个以上任职收购单位的 选择其中一处 做主管税务机关 也就是说 我在A单位拿工资金 在B单位也拿工资金金 那么你可以选择其中一处 做汇算清缴的主管税务机关 这是第二个 第三 没有任职收购单位的 我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我呢 自由职业者 那么此时 他应该呢 在户籍所在地 或者经常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做汇算清缴 你可以在户籍所在地 也可以在呢 经常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做汇算 这是呢 汇算清缴的主管呢 税务机关的问题 下边我们结合呢 前边的综合案例的 一到七 那么来做呢 汇算清缴 有两问 第一个 2021年年度中了 李立是否要做汇算 理由是什么 要不要 当然要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 李立他从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 而且综合所得的呢 收入额 减去 专项扣除后的余额超过六万 这一个 他不属于免于汇算的情形 也就是说 李立综合所得的收入超过十二万 而且补税金额 我们后边会看到 他是超过四百的 他不属于免于汇算的情形 所以李立需要做汇算清缴 一个 第二个 如果需要做汇算清缴 李立应该补或退多少税款 那这是呢 咱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是要计算的应补应退税款 我们来看一看 要计算的应补应退税款 咱们先要计算 收入额 再算扣除 算应纳所得额 再算的应纳税额 再算应补应退税额 对于李立来讲 2021年的综合所得的收入额 是工资新金收入 是四万乘以六个月 加上四万五乘以六个月 这工资新金的收入额 那么下边 再加上劳务报酬 一个三千 一个呢 三万 那么两个 到年度中了汇算清缴时 不分四千元以上 还是四千元以下 都是打个八折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他的呢 特计权审费 是一千加十万 两者之合 那么乘以百分之八十 也就特计权审费 不管你是呢 四千元以上 还是四千元以下 那么等到汇算清缴时 都是直接打八折 那么再加上 咱们的稿酬 是一千加十万 两者之合 乘以百分之五十六 也就说 到了年度中了汇算清缴时 无论你的 这稿酬四千元以上 还是四千元以下 都是打五六指 所以计算出 他的收入额 六十七万三千七百六十 一个 那么下边 他的应纳税所得额 就是收入额 六十七万三千七百六 减去 他的扣除 扣除呢 一个月 一万零九百 乘以十二个月 那么这里边 他没有补充的 其他扣除信息 咱们就按一万零九百 乘以十二个月来扣除 那么一共 应纳税所得额 是五十四万两千九百六十 然后 使用的呢 税率 是百分之三十 速算扣除数 五万两千九百二 所以咱们呢 应纳税额 是五十四万两千九百六十 也就是他的综合所得的 应纳所得额 乘以他的呢 适用税率 百分之三十 减去五万两千九百二的 算货数数 计算出来 应纳税额 是十万九千九百六十八 那么用十万九千九百六十八 这是全年应纳税额 减去 工资 薪金全年已经预扣预缴了 六万两千八百八 那么减去 劳报酬 已经预扣预缴的四百四 和五千二 减去 特权数费 已经预扣预缴的四十和一万六 减去 搞酬所得 已经预扣预缴的二十八和一万一千二 那么得到呢 他应该补税 是一万四千一百八 那这是呢 咱们汇算清缴完成 你把一万四千一百八 要补给了 事务机关 咱们做完了呢 汇算清缴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 这个综合所得的 汇算清缴 也就是说 对于综合所得 你要知道 他的收入怎么确定 那么他的那收入额怎么确定 他的各种扣除 专项扣除 专项复夹扣除 基本扣除 那么还有呢 依法侵侠扣除 怎么确定 那么掌握他的预扣预缴 掌握呢 汇算清缴 这是呢 咱们的汇算清缴问题